对待孩子,一碗水端木屏的老人,你们觉得晚年会幸福吗?看完视频后,你会做何感想? 有这样一句话,嫁人别嫁,有兄弟姐妹的家庭,因为天下没有父母,能真正做到一碗水端屏 今天打草的是一位86岁老人的家,老人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 在外人看来,大爱的家庭可谓是美满和睦,可实际上,老人却独自住在这个破旧的小屋里 当我们了解事情的缘由才知道,大娘活着的时候,老两口就把儿子视如珍宝 不管做错什么,都会向着小儿子 长大后,花十多万彩礼,给儿子娶了个媳妇 可婚后儿子,好吃懒惰,成天无所事事 只婚喜欢干家里的所有农活,要是媳妇不在家,就打发老母亲去吃柴火 而自己成天喝酒打牌,赢了倒是没事 输了就回家,骂自己爹妈,顺便还踢上几脚 去年赌博输了将近四十万,可那天,正好是母亲七十岁大寿 母亲高兴的以为,儿子还记得自己的生日 可没想到,儿子进屋就破口大骂,把家里砸得稀巴烂 用刀逼迫自己父母,把家里的钱全部都拿出来 最后得到钱的儿子,得意忘形的笑着离开了家门 等到第二天早上,大骂突然发现,老伴没了踪影 急忙出去寻找,没想到,亲在柴火堕里啊 发现了早已喝了农药失望的老伴 从那以后,两个女儿把母亲安葬好后 也彻底跟父亲断了联系 家人们,你们觉得偏心的父母真的值得孝顺吗 如果你是他的女儿,你会怎么做 我们打草到一半的时候,大骂的儿子突然回来了 家人们,你们听听,这是三人来读体温的人能说出来的话吗 现在的老人很是后悔,本以为偏爱的小儿子到老能有所依靠 可在儿子看来,完全是给他增加负担 对老人不是大吼,就是不给好脸色 至于好吃好喝的,那更不用想了 只差没把大呀,赶出家门 家人们,你们说,遇到偏心的老人 作为儿女,该有多寒心 其实老人偏心,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他把钱财物质和耐心都给了他偏心的孩子 而偏心的孩子,却不需要出一分钱,一分力 而被冷落的孩子,不但出钱出力,到最后还得不到一点好 在这里我不接受任何反驳 因为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不信呢,你就看看评论区 看着老人家,满墙都是油渍的厨房 内心的滋味,真是五味杂陈 如果不是因为老人年轻时的偏心 现在早已安度晚年,享受天伦之乐了吧 油渍机上残留的油垢,都已经风干了 估计从老伴离开后,大爷再也没有吃过一口 家里人给他做的肉饭了 我们也是有父母的人 真的不忍心,大爷晚年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 所以今天这档,毫无疑问 我们分文不收 虽然我们不是啥有钱人,可毕竟我们年轻 还有体力 觉得我们做的对的家人们 帮我们点点小红心,鼓励一下吧 灶坛上,都是平时做案发 没及时清理的油垢 还好今天多带了几瓶油屋镜 不然就这油屋,我们清理也费劳劲了 看似干净的柜门上面 也是有一层浮油了 如果一日三餐都在家里做 家具板上,难免都会有 你家柜门,有多久没擦过了 厨房油屋真是老人的客行 高处够不到,低处蹲不下 时间久了,这种环境下 难免会容易生病 像这种油屋,你们平时在家 都是怎么打扫的呢 你们看看,我给大爷家擦的怎么样 如果你也被厨房油屋困扰 想要同款好产品 那就点击头像,来我直播见吧 我们下期见了 我们下期见了 我们下期见了